刑罚是历代君王巩固统治的手段 同时也是一种对罪犯用刑 威逼恐吓罪犯交代罪行的一种手段 历朝历代刑罚的方式多种多样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并且其中有在民间大名鼎鼎的满清十大酷刑 手段之残忍种类之复杂 听起来令人感觉惊悚 然而在从古到今这诸多的刑罚当中 有一种刑罚是比较特殊的 是针对女性的刑罚 这种刑罚名叫逍遥床 这名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并且让人浮想连篇 可是这却是女犯人宁死都不愿意睡的一张床 并且一听到就闻之色变恐惧至极 到底什么是逍遥床 为什么女犯人如此不乐意睡这张床 里面到底有什么蹊跷 能让女犯人如此抗拒 并且把她们吓得魂飞魄散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危急 逍遥床的由来 在晚清光绪年间 清政府对外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国土被其他国家霸占 洋人攻入中国 烧杀抢掠 并以折磨中国人为乐趣 沙俄就趁机夺取了中东铁路附属地的控制权 于是沙俄组织在修中东铁路时 顺便在哈尔滨盖了一万多平米的大监狱 这就是让人心惊胆战 触目惊心的道理监狱 这个监狱很大 有一万多平方米 能同时容纳三千人 里面的设计也盘根错节十分复杂 包含了暗阁和各种刑法 其中关着各国的囚犯 有日本人 中国人 朝鲜人等等 关的最多的就是中国人 同时女囚犯数量最多 整个道理监狱 三千人里面就有一千二百人是女犯人 就是在这里 俄国人发明了逍遥床的刑法 并且被保留了下来 在当时 逍遥床对于女犯人来说 真的是苦不堪言 基本上所有的女犯人 听到都胆裂魂飞 什么是逍遥床 在一个空房子里 周围空间异常狭小 四面都是黑漆漆的 只在门上开一个小孔 便与外面的人看管 所谓的逍遥床 就是在房梁中 有四个绳套垂下 将人的四肢全部绑起来 仰面朝上 而中间放着一张床 女犯人只能背脊挨着床 虽然身子好似挨着床呢 可是这个床是中空的 有窟窿的 床中间只有一个 用来接犯人大小便的桶 此外 还有人每天来给囚犯食物 让他喝水吃东西 每次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女囚犯被绑起来以后 虽然远远地看去 犯人们好似荡球前一般 十分逍遥 但是手脚被绑住 长时间悬挂在空中的痛苦 一般人是无法承受的 因为长时间无法接触到地面 首先身体会承受极大压力 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如果要拉大便或者小便 只能在床上完成 这让这些女人毫无隐私可言 尤其对于当时十分保守的 中国女性来说 这无疑是巨大的羞辱 所以 逍遥床 这不仅给犯人带来了生理上的不是 也让犯人的心理 遭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 当外边的风吹进来时 犯人就会在空中摇摇晃晃 好似逍遥自在一般 这也是这种刑罚名字的由来 然而事实上 犯人却会遭受到身心上的双重折磨 让这个听上去稀松平常的自语 其实一笔一画都沾满了血泪 这种刑罚十分消耗体力 很少有人能够熬得过去 因此 受了这种刑罚的女子 基本都是在满腔的怨恨中离开的 于是 在这样非人的折磨下 无论如何都是一死 很多女性宁愿选择 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 为了少受一些折磨 或者直接选择了自我了断 也不愿意去睡逍遥床 所以逍遥床虽然名字很优雅 听起来很舒服 事实上 却对于女犯人是一种恐怖的存在 一般人都无法忍受 有一个日本人 名字叫真美之子 因犯罪被抓到了监狱 看守人把真美之子 领到刑讯室里 摆出来了一堆刑罚 刑罚上面有号码数字 让真美之子 选择自己想要进行的一种刑罚 真美之子快速看了一眼 里面刑罚的类型 有老虎凳 指头夹 刑帐 逍遥床 等一系列刑罚 但是他觉得逍遥床的名字 比较好听 而且比较优雅 就选择了逍遥床 上行过了半个多小时 他就十分后悔 自己选择了逍遥床这个刑罚 因为为了不弄脏屋子 下面有一个桶 专门接大便小便 当众小便十分丢脸不说 因为一直被绑着 同时也危及人的性命 但是索性 真美之子最后因为各种机缘巧合 就结束了逍遥床的刑罚 成为了逍遥床刑罚的幸存者 甚至从道理监狱出来之后 在对别人说逍遥床的经过时 还依然心存畏惧 谈床色变 末代皇帝溥仪 大家一定没想到 中国有个著名的历史人物 也曾经被关押进里面 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一个男人 一个中国最后一个 拥有皇权的男人 为什么会遭受这种 针对女性的酷刑呢 原来是因为当时苏日交战 溥仪运气特别不好 就被抓进道理监狱了 为了折磨羞辱他 将他压上了逍遥床上 而这段时间 于他而言 则是度秒如年 他是这么形容逍遥床的 这种逍遥自在床 最大的恐怖不是在于对肉体的惩罚 而是对人类灵魂的鞭挞 这比肉体的折磨要恐怖的多的多 因为逍遥床 主要是运用于女犯人 对于女犯人来说 心理方面比较感性 情绪比较多样化 并且也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真洁 特别是身体呈大字 向男人敞开 对于女犯人来说 是伤害性极强 极具有侮辱意义的 逍遥床的存在 打破了女犯人最后的底线 不仅身体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不说 心理方面也是受着非人的煎熬和折磨 相信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不希望自己如此狼狈不堪地离开 所以一些女犯人一听到逍遥床 便会吓得屁滚尿流瘫坐在地上 清朝灭亡后 道理监狱也就被慢慢废除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以前的刑法 会觉得很残忍 但是在那样的年代 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过去刑法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重刑只会让人变得更加的残酷 增加人的复仇精神 并且在刑法的设置上 越是残忍 犯人越痛苦越好 比如今天讲的逍遥床 腰斩 车裂等一系列的刑法都特别残忍 监狱是伴随着国家产生而诞生的 它是国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说 我国最早的监狱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 夏朝时把监狱称为夏台 商朝时称监狱为环土 到春秋时期 监狱已出具规模 此后监狱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 清朝灭亡之后 传统的监狱曾被大规模的取缔 完整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中部平遥县内 它保存了明清时期所有特征 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 在2015年被评为5A级旅游景区 也许你去过 也许你知道明清一条街 平遥县衙博物馆这些著名景点 但是你知道平遥县署内的监狱吗 那是国内唯一保存下来的清朝监狱 里面的刑具都保存完好 走进去立刻感觉阴森恐慌 在那样的氛围里 即使是我们用不着经受这样的酷刑 也难免会感到窒息 想要逃离的 那么这所监狱里面都有怎样的刑具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各种清朝刑具 众所周知 清王朝是中国中央集权达到顶端的朝代 当时的掌权者想要控制民众 让人们对皇权畏惧 言行酷吏是张王牌 这也就诞生出了著名的满清十大酷刑 当时的审讯可不像现代这么人道 让人坐着交代犯罪事实 当时的大牢里阴森恐怖 各种让人头皮发麻的酷刑骑上阵 招呼犯人 当时的牢狱可是有命进去没命出来的 后世的我们很难想象那种可怕的场景 但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清朝古域 可以带我们领略一二 平遥县署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 它始建于北魏定型于元明清 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在元治政六年1346年 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平遥县署遵循封建礼制 左文右武前朝后勤 中轴线上有六金院落 整个建筑群主从有序错落有致 结构合理 堪称是古代皇宫缩影 位于平遥县署西侧的牢狱 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牢狱 在我国古代 人们习惯把牢狱称为陵羽 也就是专门囚禁犯人的地方 牢狱是衙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除了封建最高司法机关 设置了牢狱之外 在全国各地的衙门 尤其是州 府 郡 县 等地衙门都设立监狱 如果犯人进了牢狱 又不懂得疏通关系 那如同进入了地狱一般 暗无天日 其中 清朝监狱的发展及刑法 来到了封建社会的最巅峰 平遥县署的牢狱 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开玩笑说 给朋友上满清十大酷刑 可你们真正了解 什么叫满清十大酷刑吗? 在这所监狱里 满清十大酷刑的多数刑具都能看到 甚至被凌迟处死的晚清照片 都陈列在其中 让人看了就不禁心里发麻 当你走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玉子的时候 让游客看了都不经意地感觉到害怕 这可比现今的监狱可怕多了 在清朝 只要是触犯了大清法律的囚犯 都会被带上木家 锁上铁链 通过层层大门压解到这里 囚禁在牢狱的小屋内 这简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小黑屋了 里面到处都散发着阴森森的恐怖气息 有的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黑乎乎的 还有常常在清剧里看到的升堂鼓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 击鼓鸣鸢 在老百姓的心中 这便象征了公道 似乎没有什么可怕的 大铁锤子 进到夏衙里面 来到西侧的牢狱 这里竟然还有两个大铁锤子 相信大家都在影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东西 为了防止犯人逃跑 在押送或者提审的过程中 会给犯人戴上手铐脚链 如果那犯人会一点点武力 那就更严重了 他们会直接在犯人身上绑上两个大铁锤子 有这两个铁锤附身 别说是逃跑了 哪怕是寸步也难行啊 夹锁 夹锁也是最常见的束缚犯人的工具之一 因为在影视剧中最常见 起初对他并不太在意 可是后来查了一下 真的被吓到了 一个普通的夹锁就有20千克左右 难怪以前被压赴边疆的犯人 大多数还没走到地方就会失去生命 每天都要带着那么重的夹锁赶路 身心都在遭受着巨大的折磨 真的很难撑到最后 猫爪 猫爪是用来和一种名为疏洗的刑罚配合使用的 这种刑罚别看名字很文雅 但是你们知道了它的具体用法后 估计连头都不敢输了吧 它是先用开水淋犯人 让犯人身上的肉都变得疏松 然后再用这个刑具进行输 后面自己想象吧 在清朝 除了我们听过的灵池等刑罚 更让人胆怯的是专门针对女性的刑罚 其中最出名的非其猫爪莫属了 在清朝最后一所监狱中也有这种刑具 光看样子就能想象到是多么残忍了 木驴 没正式了解这一刑具之前 真的以为这和旋转木马是一个意思 但当了解了之后 是专门针对女性 尤其是那些勾结奸夫 谋害亲夫的女人所用的酷刑 堪称奇木驴 真的是羞于其耻 不得不佩服仙人的智慧 他们可能是受压迫太严重了 所以才会变态到这种地步吧 水牢 水牢说是牢房 其实也是处死人的一种刑法 水牢的建筑构型分为上下两层 上面蓄水 下面为牢房 开关一打开 水就会将下方的牢房淹没 在水牢里的犯人不会立刻死亡 但是长时间在水里泡着 不能睡觉休息 这样属于慢性伤害了 战龙 战龙又叫利家 上方卡住罪犯的脖子 下方则垫砖头 砖的多少决定了犯人受罪的程度 这种刑具多用于示众和逼供 是折磨犯人用的 战龙只有一米高 四面都封住 酷刑 为什么封建王朝会如此倚重酷刑呢 为什么清朝尤其恐怖 创造出十大酷刑 酷刑背后隐藏的究竟是什么 封建王朝要统治民众 依靠的不是和风细雨的怀柔政策 而是血腥的暴力镇压 所以酷刑除了是折磨反抗制度的犯人外 视觉效果非常重要 为的就是震慑观情之人 所谓杀鸡敬猴 酷刑的最初实施是要用严重的刑罚 断绝被统治者谋反叛逆的念头 可发展到后来就失去了他本来的目的 仅仅成为统治者满足其个人心理的工具 在太平天国时期 天王出行百姓要背对跪拜 如果哪个不小心抬了一下头 就被视为犯上 遭受凌迟之行 言行俊法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统治 但是其一旦泛滥 就必然会激起民愤 反噬其统治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 酷刑的不人道残忍确实可怕 可是 酷刑在当时那个年代 做到了惩罚恶人 维护法律的尊严 让人不敢不守法 只是那些泯灭人性的刑罚 是应该摒弃的 因为代代人用心的保护 我们才能看到平遥古城 参观平遥古城 感受那个遥远过去的文化思想 历史的长河中 湮灭的东西太多了 能看到过去的影子 能触摸到那时的东西 是后人的幸运 正是这些前车之鉴 才会让我们后人 思考更多更全面 宋朝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朝代 它是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 经济空前繁荣 文化高度发达 在这个文风鼎盛的朝代 中国文化史上 拥有重要地位的唐宋八大家 有六位来自宋朝 但也因宋朝重文轻武 导致其屡受北方蛮族的欺负 宋朝军事实力显得十分温弱 经济发达 但十分雷弱 这样的形象放在宋朝可谓奇怪 但鲜为人知的是 这个看似文质彬彬的朝代 竟然也有其黑暗血腥的一面 不仅在南北两宋时期 多次出现人吃人的可怕现象 还出现一个可怕的去见阎王的方法 古道破裂 可能多数人并不知晓 这个古道破裂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果了解其中真相的话 你或许会气愤 也或许会怜惜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宋朝的灭亡 众所周知啊 中国古代虽然是封建王朝 但大多数朝代 在对外战争中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崇尚武力发展的朝代 如唐 明 对外都扩张征服了许多邻国 让周边小国朝败 唯独宋朝 在经济文化空前强盛的情况下 却疏忽军事的发展 导致了最终的灭亡 宋朝建于五代十国之后 宋太祖赵匡印发动兵变 夺后周地位而改元自立 继续周世宗史统一天下的大略 最终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宋朝众文清武一直存在 或许是因为开国皇帝 通过武力夺权的方式拿到了江山 自然不希望后世人同样的手段拿走他的江山 以一招杯酒士兵权压制朝中所有的武将 从此削减了武将的职权 提高了文官的权力 在一定程度上 北宋的文官地位要高于武将 从此奠定了宋朝众文清武的基调 但这样做的下场也很惨烈 这导致宋朝经常遭到周边各国的多次侵扰 还无力与之抗衡 对外一直都是求和的状态 不管是与辽 金等都采取了求和的方式 为了求和 北宋会给予敌国许多财物 多次签订合约换取和平 这也助长了敌国入侵的野心 金国在北宋末年与宋展开了多次决战 每次都能赚到便宜 赢得大量珠宝财富 到了宋徽宗时期 他专号享乐 对朝政毫无兴趣 徽宗自有爱好笔墨 丹青 骑马等 召集的生活糜烂 喜好逛青楼 还大兴土木 听信道士所言 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 后改名为更岳 更岳方圆十余里 其中有芙蓉池 慈禧等圣地 里面亭台楼阁 飞禽走兽应有尽有 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 专门在东南搜刮旗石 视为花石刚 引得民怨沸腾 1125年 金兵分两路南下攻颂 宋徽宗下的立刻传位旗子 秦宗赵桓 秦宗患得患尸 在战盒之间举棄不定 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启用李刚来保卫东京 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 但是金朝并未死心 二度南下 1126年9月 太原沦陷 11月 开封外城沦陷 金军逼迫秦宗前去议和 任11月萨日 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 三日后返回 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 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 开封城被金军围困 城内异病流行 因此而去见阎王的人不在少数 1127年2月6日 徽亲二弟被废 贬为庶人 7日 徽宗被迫前往金营 北宋因此灭亡 之后赵购南下称帝建立南宋 被屈辱对待的皇室成员们 金在攻克汴京后 对城内是喜结一空 首先是把皇宫里的各种宝贝字画等一类文物搬运 然后是大量珠宝白银等值钱的东西也全部拿走 甚至把大量的赵氏皇族成员 公主 皇子 宫女 朝臣全部掳走 一共三千多人北上往金 天寒不给衣服穿 也不给饭吃 这些先不说 而且还不高兴就对他们动手动脚 一直等到了国都 不少的皇室成员都去见了阎王 而等这些可怜的俘虏到了金国之后 金国的君主还想着怎么说都要弄出来一个仪式来证明自己 毕竟是他拿到了中原之地 创造了这样的一份不适的工业 而且他们还想趁此机会羞辱一下这两个大宋的皇帝 让他们想要受到优待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完完全全破灭 而他们也让两位皇帝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羞辱人的礼仪 金国把这种礼仪叫做牵羊之礼 被掳走的两位皇帝遭到了金人的百般羞辱 甚至有金国士兵往皇帝身上撒尿 这两位皇帝也是能人 居然一声不吭 皇帝尚且被如此对待 更别说那些大臣及家历们了 被掳掠到金国的宋朝妃嫔 公主 贵妇 出赏赐给宗室 将领或卖给普通人外 则全部被送入患医院 他们受尽了无数的屈辱 金国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行为 实施了各种侮辱他们的刑法 古道破裂而亡的赵福金 这其中 宋徽宗有个女儿叫赵福金 天生丽质 身份高贵 是一名公主 原本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 只因为父亲宋徽宗的无能 连同自己都被连累了 原本宋徽宗非常宠爱赵福金 在当时 赵福金还可以称得上是大宋最美公主了 在靖康支持后 金国二皇子完颜宗望 得知赵福金的美貌后 向宋徽宗和宋钦宗索要 二弟为了保命 竟然恬不知耻地供出了自己的女儿 妹妹 为了活命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弟 将赵福金推向了火坑里 先是金国二皇子完颜宗望看中了他 之后在软弱的宋徽宗的默许下 金兵将其灌醉 送到了完颜宗望住所 完颜宗望在得到赵福金后 并非真心对他 而对他进行了无尽无休的侮辱 不仅将他当作玩物来对待 还将他送到各权贵手上 工人随意取乐侮辱 作为大宋公主 赵福金在金人面前却犹如一个奴隶一般 沦为金人玩物 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完颜宗望去世后 赵福金非但没有获得自由 反而被送到完颜西银手中 完颜西银是金朝宰相 他参与公僚 建国等重大事件 创制了女真字 为金朝的建立和兴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对待俘虏上 完颜西银却极其变态 赵福金在他眼里并不是一个女人 而是一种商品 所以他很高兴与其他士兵分享这位美人 赵福金非常痛苦 本人也因此古道破裂了 何为古道破裂呢 说白了就是因为受到太多男人侵犯 导致刚烈了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被侮辱到刚烈 这其中经历的屈辱 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赵福金被他强占后 没到一年的时间 就因此而去见了阎王 史料记载称 赵福金是因古道破裂而上了西天 短短四个字的记录 其中却表明了赵福金在生前 究竟遭受了多少非人的折腾 古道破裂这个刑罚 名字看似优雅 确切来说就是刚烈之死 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 对于这种死法实际上是最屈辱的 古道破裂导致上西天的宋朝公主赵福金 对宋朝来说也是一种屈辱 一个公主屈辱亡于他乡 而他的父亲 哥哥等一个个都无能为力 这显得宋朝在外部势力面前的软弱 宋徽宗和宋钦宗 作为靖康之耻的宋朝二弟 他们的无能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此屈辱 对于赵福金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 生于帝王之家 原本应该享受一生荣华富贵 却在花样年华沦为阶下囚 最终遭受莫大的屈辱而踏上黄泉路 或许在他备受屈辱的期间 一定后悔自己生在帝王之家 而导致这一切的 却是自己那昏庸无能的父亲 这该令他多伤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